跟我平常思考逻辑不一样 我通常不太挑那种 本益比很高的股票 如果以需要今年的表现 目前第前三季表现 它的本益比是高 可是它在玩一个东西 叫嘎工 因为它的卷资比已经高了 而且法人连续两天 做一个强烈回股 它的发展前景本来就很好 因为它的驱动IC 中国大陆的首期的 30%的驱动IC 都是它的市场 所以它的驱动IC 它的基本面不错 只是说它今年那个数字 还没有发酵出来 那如果你要用今年角度来看 它本益比是高的 通常我比较不会挑 可是就是因为 刚刚我们有提到 为什么这次的多 其实它混杂了很多 筹码的因素存在 也有一点要咖哩味道 所以它目前卷资比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已经来到这个 大概二三十左右 还不算高 可是慢慢还会再继续仰 那台光电就是另外一种思维 就是真的是站在 因为台光电前三季赚了 2.93元 目前股价竟然才28块29块 也就它连前三季的 十倍本益比都还没有把它反映完 今年有机会赚到3.8块 为什么 你铜箔基板 我不管什么软板硬板 什么其他的手持计设备 你都需要我的铜箔基板 而且它的第三季是创新高的 那目前来讲 它的融资又在低打 那你看是不是有经过修正 如果说今天我不会去跳 叫你去买什么汉维科 那这个敦育的台积电很好 但是你也不可能去追台积电 所以说你要去买什么 有被修正过来 有反映空间的 所以说这三档都是 这一周不一样的思维 各就是有存在这样的思维 好 这开明星的话 这个谈话还颇具说服你 这是每一周每一个角度 而且思维尤其不一样 我知道说在开明星过去 操作上的观察的话 他不会做追强的 可是他今天提出 有些追强动作的话 有他的看法跟原因 凯元又回到你身上 我要平凡一下 至少这个火花从上个礼拜延续到现在 那么现在看起来是多方越胜一筹 你的看法呢 这一点我觉得姐姐也好 或者开明星也好 基本上都必须要感谢谁 感谢我们最大的头顾老师 我们刚刚提过的财政部长张胜何 他说七千一哈也没 所以造成所谓股市的强涨 当然国际股市的一个大涨 这也是属于整个台北股市上涨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认为来到这里 为什么还是必须要保守 因为我们必须要清楚 来到这里向上的一个空间 到底还有多大 我说台北股市目前GDP多少 1.13 我们下部做下 下得很大条 保一真的需要那么开心吗 这是我非常存在疑虑的一个部分 失业率高 为什么不提出来讨论一下 所以来到目前为止 我说不是我要认为说这个行情招 我说如果就像刘德华说的 我如果能够做好人 为什么我一定要做坏的 对不对 而且苏高正也说过了 最多人的一个决定 就是最错的决定 哪一个真的很多人 其实看一个趋势 常常都想说股市越跌越低 低的可以早买点 低的能够早买点 道理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里 这里我又这样讨论好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趋势的产生 趋势的产生接下去 他什么情况底下 他才能够扭转这个趋势 我认为大家必须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重点 而不是说 好 凯渊 我都不好意思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好像是三个打一个那种感觉 凯渊 我补说 凯渊那句话说得真好 就是越多人的地方 就是越多人的想法是错的 难怪空弹会一直创新高 融资一直下降 对不对 难怪嘛 就是说散户就是错的 就是他把他卖在最低一点 大家常常讲说 礼拜四的时候就说 那个新低量兼新低价 常常那市场上的闹老叶语 你怎么不说 新低量可能是一种凹动量 对不对 一拉上去 所以当然这个都是后 有人会说后话 重点是什么 你不要每天只是看着大盘 你要看看 我这家公司在这个产业里面 我的获利 我的未来的发展 我能不能拿到一个 所谓的一个 outstanding的一个利基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在几节的部分呢 这三档各不有题材 台阳也好 台积电也好 可乘也好的话 有一些台积电刚刚讨论过之后 95块钱 还放着台积电 待会我又要讲台积电 因为刘德华都翻出来 那我现在讲 因为可乘 我记得上礼拜 我就有讲可乘 因为它的股价还是 推升的不够多 我觉得再加码都没有问题 那台阳来讲的话 那就讲到说嘛 现在既然高价 就应该讲说 整个指数翻上来了 我们说只要大股翻上来 氛围好一点了 市场的资金就会慢慢进来 那找一些转机股的机会就很大 那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今天盘面上最夯的 不只是在半导体的股票 应该是在市基概念股 不管是稳貌 全新 这些都在涨 那我想大家如果有开盘看的话 台阳是一根就冲出去的 那它有大股东在这个地方照顾着 刚好就引进资金 那因为它是技术很好 不够钱 刚好有鸿海这个资金进来 如果市基明年真的开发结果的话 它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转机 那我是认为说 刚好也回导支撑了 测试过了就够OK 所以呢可诚跟台湾就不用多讲了 那之前讲的股票都还没有停利点 也不用太急 那当然要来讲这个台积电 刚刚那个讲到刘德华 刘德华好像在这一次是当什么 评审是不是 他讲过一句话 我不可以红一天 我要红一辈子 所以呢台积电它也会跟你讲说 我现在还没有转完 所以我还 所以所以呢你们很多人要靠我 有一个今天才占上600块钱的 应该就汉尾嘛对不对 也是靠它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你说加登这些很多股票 还有一个叫做 也是跟它有个关系的 周边的好像有很多股票创新高 可见整个很多人都还在吃台积电的奶水 既然如此的话 外资筹码都还没有收动 嘎通自然由它启动 我们刚才还一直讲说你只看一天两天吗 没有欸 人家从六六的党到现在都没有休息 所以他一直符合了 我不是红一天 我红很久 好这是在整个台积电跟台阳 还在可乘市场 那么最后来留个时间给凯元 郁金光润泰拳这个空单事后 有没有动摇到你的信心呢 老实讲一点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里啊 真的不是我爱讲 其实我最近这几天啊 我刚好去福州一趟 我去福州的一个感觉啊 我觉得我一路径之后 老实讲我不觉得自己处在台北市以外 代表人家真的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一个进步 等于是说来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我对于整个台湾的一个股市 是相对应比较优形 我认为来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完完全全没有进步 包含我们薪资水平 已经掉到将近14年以来的一个低点 我说大家都已经没钱了 你怎么可能还有更多余的一个资金 下去进行投资 我认为这叫根本的一个问题 这是根本的一个问题 我今天如果互股市这个 经济层面它就会好 那老实讲我互股市就好 我全民网股就OK的 问题是说互股市并不代表经济好 这是我认为大家必须要尊重的一个重点 这叫趋势 趋势它会成为一个力量 当这个力量出现的时候 并不是不爆发 只是什么时候爆发而已 那至于郁金光的一个部分 就是延续先前的一个看法 老实讲来到目前为止 纵使它的一个营收创新高 但是我们从毛利率来看 去年还有两成 今年大概就只有 只剩下12%-13%左右的一个幅度 配合上个礼拜五的的确确 它也拉到几乎涨停板 但是拉上来之后 大家可以从它的技术现行来看 这里盘整很久 高档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要 因为实际上的关系 你刚刚这里的空单是 郁金光跟润泉拳的部分 你刚刚提到一句话 不是不爆 就是担心的话 这个力空下起的话 开始往下踹 往下回撤 包含在欧洲市场的话 最后应该是欧洲 结果欧洲维持一个相对高档 是最高档的地方 这样一个震荡 你也可以在现阶段的话 先做出一个多单的位置 涨幅到某程度的话 你再做空单 也可以这样逻辑 你的看法当中认为说 短线就可能出现回撤吗 老实讲 我认为短线就是一个盘整盘 短线就是一个盘整盘 因为高档居高它是有压 所以来到这里 你要论多 我认为也是合理 你要论空 我认为也是存在 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我说如果往上 还有100点200点的一个空间 那么来到目前为止 就一个几率论 下去进行讨论的话 我反倒认为来到这里 逢高应该适时 下去进行所谓的调节 或者减码 去控制所谓的一个风险